哈喽哈喽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新年第一课 欢迎各位同学 来到大鹏教育书法学院 我是一和老师 咱们今天新年第一课 2020年了 以后写日期的时候得改数字了 咱们今天进行的这一节课 是关于马姑心弹记 和严亲礼背的一个比较 那其实的话 也是通过其他不同的背帖 再去对于严亲礼背 进行一个加深理解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先去进行一下什么 进行一下这个理论方面的学习 好 我们上节课说到 今天的话呢 要去看一看 要去看一看 严真卿书封形成的一些原因 那咱们现在看到的话呢 有四条原因 家学院源 历史条件 传统诗成 以及本人的品格 其实直接看过去 很好理解 那今天咱们主要去看一看 前两项 前两项 因为内容挺多的 咱们一节课的话呢 也讲不完 所以说 分开 分开去看 麻姑更大气 没错 麻姑心团记是非常浑厚啊 大气磅礴的一种风格啊 和严 和严亲礼背来比较的话呢 严亲礼背都显得有点小夹子气了 好 首先咱们来看一看 家学渊源 那咱们都知道 严真卿其实他小的时候啊 家庭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的 不是特别的好的 他不像是咱们现在理解的一些 富二代呀 官二代 他们家事都挺有钱 简单的理解啊 都挺有钱 其实他小的时候生活是比较贫穷的 那其实这一段的话呢 简单对于他小的时候的生活 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介绍 我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吧 你们光看这个字的话呢 也感觉挺无聊 那其实 他的父亲和母亲啊 一共有七个小孩子嘛 他是第六 他排行老六 在严真卿四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严为真就病逝了 那所以母亲没办法 他只能带着全家老幼 去投靠他的亲戚 首先呢 是到了他的一个兄长 严真卿的舅舅家 因建有家去生活了 这是呢 他们就是全家辗转的第一站吧 可以说是 然后在他舅舅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到了严真卿13岁的时候 他的舅舅去世了 那他母亲没办法 又必须得带着他的孩子啊 去投靠了他的父亲 就是母亲的父亲嘛 也就是说严真卿的外祖父 他的爷爷啊 他的老爷 老爷家 因子静家去生活了 所以 其实呢 我们从这一个简短的经历 可以能够看出来啊 对于他母亲来说 他母亲的家族 以及 以及呢 这个严真卿的一些 祖辈的这些亲戚呢 他们其实全部 几乎啊 全部都是做官的 是吧 所以说 就是官二代 或者说是 富二代谈不上了 可能说是官二代 寄人离下 是 其中的艰辛的话呢 咱现在也不清楚 咱现在也不清楚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就去看一看啊 对于 严真卿来说 殷氏家族 还有这个 严氏家族 这两个家庭 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首先 对于这个 严 殷这两个家族啊 其实他们都是在 南北朝时期的 高门氏族 比如说 比如说啊 可能我们听说过 狼牙岩氏 这样的一个称呼啊 狼牙岩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话呢 世代儒雅传家 是一个大家族 那他的家风与家学 都是渊源流长的 比如武士族 严之推 上节课咱们提到过 严之推啊 严之推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 北齐 北齐的皇门侍郎 平原太守啊 这个官职还不低 然后后来呢 到了隋朝的 开荒年间的时候呢 被太子招为了学士 所以你看 他的武士族 严之推 他就是一位 非常著名的学者 非常著名的学者 而且呢 他有一个成就是什么 就是严氏家训啊 这部作品 是严之推所做的 所以严氏家训 其实对咱们现在来说 对于当时的后世来说的话呢 都是影响非常大的啊 尤其是对于家庭的一种教育思想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见啊 严氏家族 家学非常渊源 那么我们刚刚从这个复习方面 先来看看啊 这个整个的内容呢 基本上都介绍了 他的祖辈 比较有名的一些人物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严腾之 九世祖啊 九世祖严腾之 善草吏书有风格 也就是说他擅长草吏书 然后呢 在这个八世祖严炳之 也是以能书称 曾祖父严秦礼 公转咒 跟公转咒 然后到了祖父严昭府 公转咒草吏书 与内地应重荣 齐名而尽力过之 你看他所有的这些祖辈 基本上全部都是善草吏 善草吏转咒 又黑屏了 又黑屏了吗 闲夏治愈同学 大家的这个网络怎么样 你们给我回复一下吧 好的 没问题是吧 OK 行 没有问题 那咱继续 闲夏治愈同学 自己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这个网络 好 刚才说到 说到他的祖父严昭府了 说到与内地应重荣 齐名而尽力过之 内地的话 应该就是 严昭府妻子的弟弟 对吧 那么 严昭仲的话呢 他其实也是非常善 非常擅长书法的 齐公子同学 你好 而且尽力过之 也就是说 比较这个严昭府 比较 英重荣 严昭府 在书法风格上 更加尽力一些 那么又说到了 他的伯父 严元孙 精于文字学 你看 也有这样 甘露字书 这样的一些专注 父亲呢 父亲的话呢 是 严为真 父亲 你看这一段的内容 其实就有到 有说到 少姑 欲旧 英重荣 是 蒙交笔法 家贫无止笔 与兄以黄土扫壁 木石化而席之 故得以草利善名 这地方就在说 他的父亲呢 其实小的时候呢 是个孤儿 是他的舅舅 把他带大的 然后呢 去叫他写字 相当于是 他的一个启蒙老师了 可以说是 那 小的时候呢 家境贫寒 家境贫寒 所以 他和他的兄长 就是以黄土扫壁 木石化而席之 故得以草利善名 就是拿着 树枝子 石头呀 去那练字 在墙上画字 就这样去练的 所以说 故得以草利善名 基因很好 对 就是基因啊 我觉得这个 确实是基因很好 这个羡慕不来啊 然后 他的二兄 颜允男 也是善草利 你看 真清早姑 蒙伯兄允男 亲自教会 所以其实 如果严格去说 颜真清的老师是谁 很多人 非常多 就拿 就拿这个 他的这个 伯兄允男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 殷仲荣 殷仲荣这位 这位 古人吧 都是曾经教授过他 笔法的 就至少去教他 写字了嘛 咱可能就不管 当时的一个 书法师是多么专业了 但是好歹 能去教他 怎么用毛笔 这是我们从他的 父辈上 去看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去换一个角度 看看他的母系 他的母亲的 这个家族 那么对于他的母亲 殷氏的话呢 殷氏其实也是啊 又称停讯嘛 书安 楷书 笔法 常为女子 常为子女去传授 做书方法 所以 他的小孩 基本上 他就可以成为 他孩子的第一位 书法启蒙老师了 那么 殷氏家族呢 和 严氏家族 他们其实在 南北朝时期的时候 就互相通好 然后后代一直在相互这样 联姻 所以共同 他们两家的这个子女 基本上都是 共同去教育的 共同去教育 就是不分彼此 家庭关系非常亲密 然后比较有名的就是 殷氏 就是母亲殷氏的 这个伯祖父 殷令名 经于书法 而且呢 还有传世的碑帖 比如这个 裴敬民碑 其实这个碑帖 对于咱们现在来说 是比较 冷门的一个帖了 比较冷门一些 但是呢 在历代的一些书论里边 也是对于这样的碑帖 有一些记载 比如说 赵明成的金石鹿里边 就评价了这块碑壳 它是笔法精妙 不捡欧鱼 这个评价其实相当高了 然后还有 康有为的 广义州双集里头说 裴敬民 云脆 组整 态度 安和 其实也是 非常中肯的一些评价啊 到底 严真卿水平最高的是 哪个帖 看书 严真卿基本上是 一卑一面目 他每一个帖都 不一样 也就是说 都代表了不一样的一种风格 但是如果说啊 完全展现出来了 严真卿 个人风格 或者说个人风格极其浓厚的 可以说是 麻姑山仙弹剂 我觉得这个帖 这个帖是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 个人风格是很浓厚 说反话呢 聊天呢 行 好 那么咱继续 咱继续说啊 说到 老颜八面玲珑都好 说到这个 殷重容 那么 也有人说殷重容 义士功输 尤善输额 精妙 矿骨 你看这里头 有一个重点叫 尤善输额 咱都知道 严真卿他其实 非常擅长写大字 就是绑输嘛 擅长绑输 那一个方面可能 从小就知道 或者说也会 他父亲在黄土上 扫臂的这种 肘腕功夫 肘腕功夫 你想想 如果你用扫帖 去写字的话 或者说 用拖把 用那种长的 枝子去写字的话 你的这个手腕功夫 肯定也从小 锻炼出来了 然后 另一个方面 可能就是和这个 殷重容有关系 殷重容 他 尤善输额额 所以严真卿是肯定被 殷重容所教导过的 这是我们对于 严真卿这位书法家的 一个家学渊源的 一些简单的了解 那么下面咱们去看看 下一个 我们的历史条件 从历史条件上来说 历史条件 其实 整体上呢 都是基于 一个生活环境嘛 就是严真卿所生活的 这个时代 他正好生逢 圣唐向中唐转折的时期 他这个时期啊 其实 卡的 卡的 就正好连接了 前边和后边的 这个时间段 因为这个时期呢 他继承了 贞观之治的 一个良好基础 然后 又开创了 开云盛世的繁荣局面了 老严是 老师的偶像 小心揍你 记下了 记小本了 所以 在这个时期的话呢 整体上 政治是非常开明 而且 社会长期 比较稳定的 虽然说 虽然说 这个时间段里头呢 他有很多的动乱 比如说 咱知道的这个 安史之乱 这样的一个大动荡了啊 然后还有后边 李希列 这样的 翻证歌剧的 这种频繁的战乱 但是这些战乱呢 他其实都被 平复下来了 对吧 没有搞到 那种 不可开交的那种状态 而且 严真卿也是在 安史之乱里头 立下赫赫战功的 鸡腿来一个 鸭鸭精 可以 所以这一个时期呢 就是为了 后期这些 优秀人才的涌现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而且同时期是 同时期 他不是只有 书法家 或者说 只有严真卿 如此的出类拔萃 而是所有方面 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 全部啊 都有人才 背出 相当于说 就可以说是 群星 群星璀璨的一个时期 那么 严真卿如果 在这里头说的话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颗星星 他不是这个 群星中的 一颗星星 他是一颗巨星 因为他是在 政治与 艺术 双灰 就是这两方面啊 他占了两块 是吧 但其他人的话呢 可能只独占一个领域 所以严真卿的 这个成就啊 真的是 我们后人的话呢 是没办法 简简单单的 就去评出他的 那么再往后边话呢 咱们去分看几条 首先 第一个啊 第一个就是 离不开 统治阶级的重视 与大力提倡 得益双心的老艺术家 没错 我觉得 得益双心这个词 说严真卿 简直就是 太合适不过了 他就是没 就是目前啊 我感觉没有人 能称得上 这个得益双心 这样的词 他真的是 名副其实 好 说到这个 统治阶级了啊 其实这个统治阶级的话呢 首选就是 唐太宗李世民 咱都知道啊 李世民 李世民特别推崇 王羲之 基本上可以说 王羲之 这个殊胜的名号 或者说 王羲之 这个殊胜的地位 就是让李世民 给他抬起来的 如果说李世民 不喜欢王羲之 那么这个殊胜 可能就会换人 对吧 可能就是 咱们得思考到 这种历史环境啊 然后李世民呢 也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帝王 而且他不光是 只擅长打仗呀 只擅长 只擅长当皇帝 而且他在这个 艺术方面 也是很厉害的 你看 公 历书 非白 行草 然后传 传二王法 这就是说 他推崇二王嘛 就宣传他们 然后由善灵骨帖 带于逼真 你看 他的一个 灵帖功夫啊 非常厉害 甚至可以 以假乱真的 这种程度 所以古人呢 对于灵魔 这个学习方式 绝对 你不可能说脱离掉 没有人 没有任何一位 书法家是 不灵魔 纯粹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 先通过灵古人 然后再慢慢 创造出来了 自己的面貌 那李世民 其实还是有一些的 代表作品的 比如说他书写的 温泉名 还有禁词名 大家如果感兴趣 你们可以自己去搜搜看 搜搜看 而且他还有一个 他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说 行书入碑 什么意思 就是行书入碑 就在碑刻上面刻行书嘛 他是开了这个先河 开了这个先河 而且呢 他还会 他还撰写了一些 书法理论的一些 比如说 王羲之传呀 或者说书法诀 这样的书法理论的著作 不过呢 这些书法理论 对我们专业上来说的话呢 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或者说 不是特别特别的推崇 因为没有太多 值得我 就是没有太多 那种 可以流传下去的 就是说 可以就是创造出来那种 像严真兴这样 创造出来一种新风尚呀 没有这种 非常巨大的一种 历史作用吧 所以说 他的这些作品呢 或者说 他的这些著作 没有说是在后边 就被很多人去推崇 被很多人去喜爱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 其实他个人的一个风格 还是比较普通的 那如果对于咱们 这个历史长河上来说 那这样的普通 他就慢慢就没有了 就像刚才咱们看到的 那个培靖鸣碑 培靖鸣碑 他虽然说后人啊 在书论中对他有所评价 而且还比较中肯 但是对咱们现在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冷门的碑帖 明白吧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现实吧 就像乾隆一样 乾隆虽然他很 很自称自己书法写的好 但是后人没有很多人 去承认他的这么一个能力吧 好 那么后面还有一张 以书取士的制度 创立了以书取士的制度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说嘛 他们就是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选官 选人才的时候 书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比如说凯法求美 是一项重要条件 你可能会写历书 会写刑书 但是你凯书不好 人不要你 就是这意思 很简单 很直白 对吧 所以说这个条件啊 你说他难吗 不难 所以不能丢 那正好呢 所以这个以书取士的这个制度呢 也把砍书 或者说唐人上法 在这个时候呢 推向了一个高潮 把这个书法啊 在这个时候推向了一个 比较鼎盛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这个以书取士的制度呢 其实一直在往后面影响 比如说咱们后期听到的 咱们听到的这些管阁体啊 管阁体啊 这样的对于凯书的一种描述的词汇啊 其实都是从这个时候啊 打开了一个基础了 写官文需要用凯书 对 就是官方字体嘛 就像秦统一的时候 用小传去统一文字书童文 而且呢 在当时的这个国子建 国子建的时候 国子建呢 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最高学府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设立了筹门馆 和鸿门馆 那这里边的学生 他们也是就是必须规定 你们的凯书字体 必须得正样 也就是说 必须得好看啊 必须得像样子 而且还请了于世南 欧阳询这样的大凯书家 去教他们写凯书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会请书法老师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写 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下边的一条了 下边是关于一个什么 社会精神环境所反映出的盛唐气象 你看社会精神环境 我一看到这一条呀 我就感觉我在上正式课 大家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无聊啊 不过没关系 咱们也是简单 简单的去看一看啊 为什么田凯有市场 就是因为他规整 没错 确实就是因为啊 而且他更受 他迎合住了大众的一个审美的爱好啊 对吧 所以你看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马古琴弹记他很大气 但是你不一定喜欢他 就是因为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个人风格太浓厚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他好看 但有些人呢就讨厌这种感觉 他觉得他觉得丑 所以我觉得这个审美啊 慢慢的去培养 或者说看你自己的一个主观选择了 好咱们看看这个社会精神环境 它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政治开明 思想文化精神 思想文化环境的比较宽松自由 整个社会充满自豪自信 心胸开阔 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这打错字了啊 积极进取 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咱都知道这个大唐盛世 大唐风度 对吧 咱们也都知道唐朝的时候呢 它就是比较开放 比较开放 所以说 激烫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因为这种基础的一种精神环境呢 它是让所有的 不管是军事也好 政治也好 以及这个艺术上也好 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嘛 不会被太多的原因去给它拘束住 尤其是对于艺术来说 对吧 尤其是对于艺术来说 而且呢 又因为啊 盛唐的时期呢 不仅是把国家给统一了 对吧 所以其实它在这个书法的这块区域上来说的话呢 它促进了南北书风的一个融合 南北书风是啥意思呢 咱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南边和北边 那么南边的话呢 就彪悍一点 这个词啊可能有点有点稍微的夸张一点 南边的话呢 它就是有一种大刀阔斧的感觉 然后说错了 说反了 刚才说的是北边 北边的话呢 它就有一种大刀阔斧的一种感觉 然后南边的话呢 它会精致一些 精致精细一些 然后会秀美一些 所以这种风格呢 它是经过这个国家的统一 然后它也会慢慢的融合渗透 而且又由于国事在这个时候非常强盛 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这个 外国来潮 那这样的话就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一个交流了 对吧 中外文化交流啊 然后 它可能还有什么 那如果再说细一点的话 涉及到了一些 如呀 道呀 事呀 这种三家思想的 这种互相的渗透 互相的渗透 总之就是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所以包括书法在内呢 它就慢慢的给传播出去了 尤其是对于日本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也促进了日本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书法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书法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经测环境的一个沉淀吧 所以既然他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那么 他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文化艺术呢 他的基调 或者说他的气魄 他的风格 乃至说是 他个人的一个面貌都是自然会焕发出非常 雄强博大 奋发昂扬的这种盛唐气象 总之就是非常积极的一种状态 非常积极的一种状态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电影也好啊 电视剧也好 可能都是对于那种服饰类啊 妆发类啊 去做一些很大的描述 但是很少有对这种整体的环境上有一些描述 所以说 所以说这种历史片嘛 很难去做出来这种环境上的描述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电影啊 妖魔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妖魔传他所描绘的那种美轮美奂的场景 其实就有一点点盛唐气象 不过也是我们基于 现代人的一个想象比较多嘛 所以咱们也不可能说完全还原那种面貌 只能说通过一种想象 但是也是非常让人向往的一种感觉了 好 然后下边呢 这几句诗啊 这几句诗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说到了什么 不光是咱们的书法艺术 你看你看李白嘛 杜甫那都是诗仙诗圣呀 是吧 所以说在诗歌领域上自然也就出现了 像李白的这首 这句诗 大鹏一日 同风起扶摇之上 九万里 然后呢 还有杜甫的望月 会当灵觉顶 一览 众山小 这个气势 是不是 这个气势多么的豪迈 那李白的这个风格又是多么的浪漫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 才会让这些人呢 得到了一个发挥吧 然后还有这个下边这句话 当其下手风雨快 彼所未到气已吞 这个地方是苏氏描绘的 王维吴道子画 也就是说是苏氏对于 吴道子和王维的一个评价 吴道子的话呢 大家可能不了解 吴道子他是有一个称号叫做画圣 所以说是绘画领域这方面的一个领头人吧 那么这个地方啊 就是夸赞了这两位画手的画家的 画家的一个特点啊 你看熊剑的鄙视 就从哪句话能看啊 下手风雨快 彼所未到气已吞 其实拿曾书法上相近的词意就是什么 比叫什么来着 意在比前 你看这个这句话到脑袋跟前了 然后嘴巴收不出来了 突然一下忘掉了 就是意在比前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下边这句话 路顶巨壶床长叫三无声 信来洒素碧挥笔如流星 那这是赠张旭的一首诗嘛 李硕写给这个张旭的一首诗 其实也是你看非常形象的去描绘了 像是张旭的这种狂草嘛 草圣张旭 他在写狂草的这种豪迈飞动的一种状态 挥笔如流星 所以说基本上是全面开花 全面开花的一种状态啊 最后你看同时诞生了 笔试欲青摧的掩体书封 继王羲之之后呢 严真卿可以说是在中国的书法史上 矗立起来了第二座高大的里程碑 其实就是因为他直接呢 背离了王羲之的一个风格面貌 因为两个不一样 所以说他才能有这种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说他还是依然去继承王羲之 去发扬王羲之 那其实他的那他那一路呢 和欧阳荀呀 和于世南呀 他们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说为什么严真卿对于后世来说 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因为独树一帜 推陈出新 所以咱们现在的艺术呢 所有任何艺术都在强调创新嘛 不光艺术上 什么政治军事啊 都在强调创新 所以严真卿的这个历史地位呢 是基本上是依靠这个不同的一个 别开生面的一种面貌感啊 但是他不是说背离了 王羲之就自己随意的去梳理了一个面貌 而是呢 在继承了王羲之的基础上 又去发现了另一个面貌 但其实这个面貌啊 咱们现在理解的这种浑厚啊 大气这种豪迈的这种面貌 其实严真卿呢 他不是一个创造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书法的这种书封的来源呢 也是有出处的 有出处的 那咱们下节课的话 咱们下节课的话呢 就去看一看 他的这些书封 是从哪些地方吸取回来 然后呢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东西 你看 因为咱们上节课还提到了什么 拿那个储随良去和他做比较了嘛 那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严真卿这种宽阔的一个体式 其实他就是学了储随良 对吧 所以说他只能说是 一个非常优秀的极大成者 极大成者 所以这个这种 就是严真卿 树立了这个豪迈的风格呢 他不是第一个人 但是他把这个风格呢 发扬光大了 而且又添了很多新的东西 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对 另一批他近嘛 好 这是我们对于 那个他的一个成因的两个 前两个方面的一个简单的认识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再继续往后边 继续往后的话 他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一个正题了 马姑仙谈记 马姑山仙谈记 咱们去看一看 这个碑帖去 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碑帖 天王宋子图 马姑山仙谈记 其实这个帖子的话呢 很多人嘛 可能对于严真卿在理解他 或者说在了解他的时候 接触的都不是这个帖 很少人 很少有人会先去接触这个帖 一般都是先学比较规整的一些 多毛塔呀 或者说言亲礼啊 这样的一种风格 那么 马姑山仙谈记的话呢 严真卿在写他的时候 已经63岁了 其实是在言亲礼之前 言亲礼是 言亲礼是在70多岁啊 那么这两个帖的一个风格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非常大 因为咱们上节课在看他的一个 就是风格形成的一个过程 就是分时期的时候 马姑山仙谈记其实也是在最后一段 在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品啊 成熟期 那么在中期 也就是说咱们上节课说的那个叫什么 创作期 中间那一段创作期的时候呢 我们了解到了像是 东方说话赞 这样的一些帖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所做的一种风格是什么 就是非常凭正 然后非常浑厚的一种解体 一种气势 所以我们光看左边这一张图片的话呢 也是能够感觉到一点点的 横平竖直的感觉 尤其是中间麻姑这两个字 可以看得出来吧 我简单的画一下啊 咱们就 你看这个麻字 麻字其实很清晰了 是不是 他就是把横线啊 不做那么夸张的一个邪式 就是正的一种风格啊 就是凭正的一种风格 然后整体上来说 粗细变化呢 非常的弱啊 没有那么的夸张 所以这是 所以这是简单的呢 对于麻姑山心腾剂的一个解体呢 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印象 那么整体上来说的话 麻姑山心腾剂的这个碑纹呀 或者说他的气息是非常的骨着啊 非常的仓劲的 但是线条呢 非常的挺拔啊 线条非常的挺拔 我觉得他这个线 其实比 其实比这个 比这个阎亲礼的话呢 不想上下的 有漏风起笔了 对他这里的话呢 是以藏风起笔居多 但是漏风他不可能没有 不可能是没有的 好 那你看右边啊 这个内容就是简单的 去描述了一下 他是怎么写出来的 麻姑山心腾剂这个天 是多次去 麻姑山游玩 然后呢 对这里的神秘的色彩 或者说呢 就是喜欢上这一片环境嘛 然后呢 再结合着自己的一个身世经历 然后就去写了一个 麻姑山心腾剂 这个内容啊 这文章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还去把麻姑山 你看这个内容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嘛 麻姑山仙女和仙人王平方 在麻姑山菜肩家里相会的一个神话故事 他把这个神话故事给他讲了一下 然后呢 又去叙述了一下 麻姑山道人 邓紫阳 奏立麻姑庙的一个经过 所以 整体上 我觉得他描述的内容还挺多的 是吧 挺多的啊 然后全文九百余字 九百余字的话呢 比咱们多包塔碑是少点 多包塔碑两千多个字 少了一半多啊 其实也不算少了 比例上刚见浑厚开阔形状 布局充实 大气磅礴 是吧 你看 咱们了解的这个布局充实 大气磅礴 它就是啊 把这个外拓的写法给它推向极致了 外拓的写法给它推向极致了 就每一个笔画 它都是往下 往左右 去给它撑开的 去给它撑开的 好 这是简单的去看了一下 这个麻姑山仙谈记 出现了一个原因 那继续往后咱们去看一看这个帖子啊 去看看 这是几张图片啊 几张图片 咱们简单的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面貌感 你看它其实这种方块感觉更清晰了啊 你看这种单个字方块感会更清晰 如果相比较咱们严谨理来说的话呢 严谨理它有梳有放 做的还是挺挺挺精彩的 那这里的话呢 其实就纯粹的一种浑原的状态 非常的厚重 非常的厚重啊 那但是呢 不会让我们写呆板 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呆板 张法没有那么拥挤了 是它的这个张法啊 其实也是很规整的 因为单看张法 它是很规整的 如果看某一个单个字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胖吞吞的 胖吞吞的 笔画细了 其实不是因为笔画细了啊 是因为咱们这个图片比较多 放在一起去看 其实感觉能让你们有一种 在看这种圆碑的一种感觉 然后后边啊 咱们是看 咱们来看这个 严谨理碑和这个麻固前探记的一个对比 向小学生写字 对 没错 就是特别拙的一种感觉 拙这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简单或说片面去理解的话呢 着实有点幼稚 但是幼稚它又很刻意了 所以说着是什么 就是天然去雕饰 就是自然 但是这种东西呢 对于咱们现在来说 其实很难去追求到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 技巧上表达 就是对技巧上的表达太多了 总是想去把你的技巧给展露出来 不比严谨理系的啊 不比严谨理系 你看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去看的话 不比严谨理系 但是明显的是 它的粗细变化呢 是很平均的 你看严谨理里边的话 它有很清晰的一些粗细的对比 对吧 那单个字的话呢 有些字它还能收腰 然后呢 还有大长腿 但是对于麻姑山 麻姑现在记的话呢 它没有 全部都一样的 就是那种敦敦实实的感觉 所以说会有一种可爱的感觉 会有一种可爱的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在灵犀麻姑山的话 就是把它写得非常的厚实 很庄重的一种状态 它的这个节字原理呢 就让它展现出来这种庄重 敦实的感觉 对普着 古着啊 所以说这个气息 其实很多人会喜欢这种气息的 我觉得等到你们啊 我觉得你们后期 也会慢慢能够接受 接受这种风格 有没有人说是 不喜欢这个铁 就觉得它很丑 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想法 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因为我也想了解 因为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们现在对于掩体上的一个 风格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接受程度 接受程度 我还记得当时 很早以前了啊 我记得是谁说的来着 就觉得言真卿 言情里被丑丑的 就觉得这个字 但是对于他 但是那个人 我忘了是谁了 可能是我的朋友 或者说 或者说哪位学生吧 不记得了 但是他是处于 初学的一个阶段 是纯小白 所以说他接受不了 这种风格上的一种 变化 没有是吧 跟长尖杯一样不好看 对 星期八同学说的 其实很 很怎么说呢 点的很准啊 因为张千杯也是这种 比较普着的一种风貌 曾喜春 喜欢他是因为粗细适合我 越写越有味 对 这个字就是越写越有味 因为他很大气 所以大气的东西 没有人会讨厌他的 咱们先是简单的去看了一看 这个结构上来说 下边啊 都喜欢是吧 我觉得 我也觉得你们应该是都喜欢的 因为这个字 他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惹人爱的那种感觉 像一个小孩一样 笨笨的 蹲蹲实实的 可可爱爱的那种感觉 是有点可爱 咱们今天的那个例子啊 我记得有一个春字 春字的画的那个 那个春字的一个解体啊 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啊 其实刚看到第一眼 没什么感觉 越看越想笑 那个解体非常的可爱啊 精巧的变化很多 我原来不喜欢掩体 我觉得他细 细的话一定是有比较的 一定有比较的 其实就是看一个粗细的话呢 我觉得最准确的 还是要去看他原背的一个大小 那我们现在放在对脑上 他多多少少 这个大小都是被变了的 而且呢 他们 而且咱们现在写的这个大凯嘛 他们 他们当时写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的 对吧 越练越喜欢了 可能是粗细对比 没那么大的原因 没错 就是粗细对比不明显 不明显 因为其实粗细对比 明显的更好写 粗细对比不明显的 反而是不好写 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经验啊 我当时在写一些 粗细对比很平均的字的时候 我写的很懵 因为找不到 找不着头 他不明确 所以说在处理那种用笔啊 或者说结构还好 尤其是用笔上 就是很懵的一种状态 很懵的一种状态啊 好 后边的话呢 咱们还有一些图片 这个 这个字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啊 你看谭元凯写的 严真卿 麻姑山 先谈记 你看他临摹的 你看他把这个字体的一个特征 以及用笔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这个字 他临出来之后 我一看我就特别的喜欢 然后心里的话呢 是很舒服 很放松 感觉到就那种一下 像打破了一个气球一样 很舒畅的一种感觉 横系输出是掩体的特点 可能 对 横系输出的话呢 你看咱们现在了解了这些背帖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横系输出 这个特点 它更多的是针对于 像是 严琴礼碑啊 或者是说 多宝塔碑 其实多宝塔碑 横系输出也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因为严琴礼碑比较夸张 那因为有这个 又是因为啊 严琴礼碑 他就是 大家对他的了解嘛 或者说对他的推崇比较 对他的推崇比较高 所以说呢 有些时候可能会对这个 了解上面 就是说风格 就是各个铁的一个了解上面呢 会有一些混的地方 因为你会看到啊 对于这个麻姑山来说的话呢 他的风格并不是 横系输出特别大的 对吧 而且而是一种 很均匀的 一种状态 用的APP里有 有 这个字有贴吗 对 是的 这个麻姑山 仙坛记 是有圆碑的 那如果说是 潘言凯琳的这个的话呢 可能得去搜搜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发一下图片 好吧 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是对于 这个麻姑山仙坛记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领他的字 领他的字 不要直接上手去领那个杯帖 那个杯帖 肯定是理解起来是 稍微有一点点的模糊 有一点点难的 那么后边咱们来看啊 你看这里 小字麻姑山仙坛记 再教我们麻姑山仙坛记吧 咱们后边没有麻姑山仙坛记 山仙坛记的课程啊 好 我去找找咱们这个 我去找 我去找多一点他的这个帖啊 然后给大家发一下 那这个的话呢 是小字麻姑山仙坛记 其实麻姑 就是这个帖啊 太长了 我不念了 这个帖 它其实有三个版本 就是大字 然后中字 还有小字 小字的这个大小 就和我们写一厘米的小凯 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啊 就算他的这个字写的很小 你会感觉到他的气势 一点都没有被减弱 对不对 一点都没有被减弱啊 你看他的这个字形 还是非常的 憨态可居 尤其是像 你看 像中间这个 质这个字啊 可能看不太清楚了 因为比较的小这个图片 我画的这个圈圈这个位置啊 这个质这个字 以及右边这个男 其实都非常的可爱 非常可爱 那和这个小凯 风格上有一点相似的呢 如果往前数 如果往前数的话呢 中摇的小凯 和这个感觉很像 那往后再去看的话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像是王宠的小凯 和这个风格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搜索一下 好吧 这是咱们对于 被贴上的一个介绍 那么后边的话呢 咱们就马上去写写字了啊 理论知识已经 已经学习的非常多了啊 其实简单呢 算是带大家去 看一看啊 认识认识 那咱们现在的话呢 就直接去动手写写 其实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和你的理解会产生偏差 说这么一会儿 这个墨汁都干了 我得稍微 对一下水啊 稍等 好 那咱们呢 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啊 一个字一个字去看 首先的话 咱们先去把 字 先去把 言清理背的这个字 先去给它写一遍 这个字 这个字模糊的也挺厉害 但是有一个特点 非常清楚 就是横系输出 你看它这个细的 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其实我们写这个言清理背的时候呢 对于它的一些用笔上 还是比较精巧的 还是比较精巧的 那么在写麻姑山西南记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精巧 它呢会稍微的 就是 会稍微的自由一点 会稍微的自由一点 咱们把这个字先放这 然后再拿出来一张纸 我们写写这个 我们写写麻姑的啊 写写麻姑的这个字 其实你看从笔法上呢 它是稍有变化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在说的形象一点的话 在写麻姑山的时候呢 你可以换毛 谢谢麻姑的啊 谢谢麻姑的这个字 其实你看从笔法上呢 它是稍有变化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在说的形象一点的话 在写麻姑山的时候呢 你可以换毛 谢谢麻姑的啊 谢谢麻姑的这个字 其实你看从笔法上呢 它是稍有变化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在说的形象一点的话 在写麻姑山的时候呢 你可以换毛 我们写写麻姑的啊 写写麻姑的这个字 其实你看从笔法上呢 它是稍有变化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在说的形象一点的话 在写麻姑山的时候呢 你可以换毛笔 换成什么样的 换成那种尖啊 稍微有点凸的那种毛笔 就是别那么巨峰 别那么尖 就是你个笔峰的那个 就是前边几毫米的这个长度啊 可以少一点 可以短一点啊 不要太长的那种毛笔 稍微突一点点 颠覆审美观了 被哪个颠覆了 是今天看到的麻姑呢 还是刚才的小字麻姑呀 你看它这个点啊 坏了的 对 但是笔峰分叉的话就不太好了 你看这个点 它就往下去直写了 是吧 可以说是相当于 当成一个竖去写了 很多这样的点 在这个贴里头 它其实在麻姑 新南纪这个贴里头 笔法上呢 是充分融合了 转皱笔法啊 转皱笔翼 所以说如果你用 简单的 呃 漏风领写 漏风起笔的话呢 去理解它 其实是有一点相悖的 有一点相悖的 因为那样的话呢 一种厚实浑厚的一种气势 是很难去给它表现出来的 就是你可以看 写这样那些线条呀 啊 用笔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些 把写长了啊 可以稍微的去给它 放松一些 但如果说从字形上来说啊 没什么太大差别 对吧 所以从字形结构上来说啊 单从这个字来看 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然后咱们再往下边去看啊 咱们再往下面去看 你看 针对于子的这个字形啊 针对于子的这个字形 这两个贴上的对比呢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更多的还是 从用笔上来说 首先 咱们去画一画 它的一个外形 基本上我觉得 这两个外形是比较相似的 对吧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 再一个就是宝盖 覆盖的一个作用 你看 紫的这个头部啊 一定是藏在宝盖之下的 藏在宝盖之下的 然后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啊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一个粗细变化 对吧 那言琴里 它的粗细变化呢 非常夸张 横线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呢 在写麻沟的时候呢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粗细变化了 但是它也有一些轻重的对比 比如说你看 这样的一个旗笔 对吧 紫啊 紫头的位置啊 这样的一个旗笔 以及你看 这样的一个勾的 勾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些地方啊 这些地方 需要我们把这个笔封啊 顶住了 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些 转的位置呢 这个笔封 没有压住 是 就是说你藏分的动作啊 是画圈画上去的 那你这个力道 肯定也做不出来了 可以明白吗 因为我记得咱们之前说过什么 一个绕动的方式 还记得吗 什么是绕动的方式 就是 比如说 拿一个树的旗笔来说啊 它的一个源头 怎么给它做出来 它的一个旗笔源头 怎么给它做出来 其实你要把这个 哎 绕的一个动作给它 你看 这样绕下来 绕下来之后呢 你看你这个力蓄的啊 它就 卡在里头了 就把这个劲儿给它 续进去了 明白吧 或者说 再夸张一点 哎 你看 再往下走 看到没 哎 往上一绕 哎 再落下来 往下去走 其实你看 这样的一些笔法呢 在传书里头 是经常会用到的 经常会用到的 咱们可能之前写的这个 那个林的 是叫什么 叫脏偷氏那本帖是吧 那个帖的话呢 这样的笔法不是特别的多 哎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如果说 你去看看这个 吴昌硕的传书 吴昌硕的大传 它是林习的 吴昌硕的这个说法上啊 林习的这个石骨文 非常的有名啊 石骨文是大传 是大传 所以它在那个 在它的这个传书里头 这样的一个绕动笔法啊 会更加的丰富 会更加丰富 因为这种囚禁的力量啊 就是能够表现出来 你看经过这么一个 往哪绕来着啊 往这绕的一个动作啊 把这个力量给它续下来 续下来之后压住纸面 给它往下去走 非常厚实的中锋线条啊 换售课比了 对 新年新气象嘛 稍微换一换啊 那对于这个字型的话呢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单个字 咱们再去写写啊 再去写写这个 麻姑 我一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总是念不顺利 我就叫它麻姑嘛 我不念长了 念长的时候 总感觉自己不会说话了 感冒了吗 是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 快好了 我就是染上了流感啊 你看这个字啊 它的藏锋用笔呢 不要忽略掉 那对于咱们的一个线条 粗细上来说的话 没有那么强求了 你看它 基本上都是纯中锋用笔 但是也不要给它写的 吱吱愣愣的 因为它有弧度的啊 虽然说这个字呢 外托的体式没有看出来 但你看这个钩啊 从上边就开始弯下来 来顶到下头 对于所有的一些起收呢 起收更加的什么 就没有说再去给它踢呀 按呀 做出来那种方硬的东西啊 基本上就 稍微一提 然后顿一下就好了 稍微一提顿一下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用笔啊 它是很减省的 它比言亲礼的话呢 还要再减省一些 我觉得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 言亲礼和 麻布山心团记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个字 放到一起的时候 放到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字 其实差别还挺大 差别还挺大 所以 其实之前的话呢 有一段时间是在 都是在传这个 言亲礼背呢 不是言真卿的真迹 就是说是别人写的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也没有定论啊 我记得最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因为这个风格 不是特别的像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 并这个字 你看它的这个鞋式 是吧 它这个鞋式啊 然后下面 没有收紧对吧 如果说是 其他的一种 其他的一些书帖吧 就还是拿 凹体来比喻 它会把这个 两个竖中间啊 给它凹进去 给它收得很紧 它在这里的话 你看 这段 稍微往内去收一收 然后下面 又去往外张开 所以你会感觉到啊 它这个竖在这儿有一个断开的感觉 就好像是分成两笔写了一样 但其实咱们把这个方向给它做出来 也可以 可以看出来吧 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 就中间到了横之后的时候 它是先往里 去稍微收紧一点点 然后再往右去张开 正好呢 把中间这一块啊 把中间这一块收紧它 你看 如果再给它延长 这不就是一个九宫阁吗 对吧 把它上下给它延长 这不就是一个九宫阁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吧 那么 对于咱们这个中宫收紧的一个要求啊 你看就卡在这中间位置 利用方向啊 以及粗细的一个变化 把这个字中宫给它收紧啊 给它收紧 但是你看它没有做的太夸张 如果太夸张的话 得是这个样子 甚至 甚至右边这个树啊 它还会往内 这样挺一点点 然后左边这个树 再往内去挺 可以感受得到这种 解体上 或者说方向上的一种变化吧 那横画的话呢 也不会拉得太长 好 那么再来看 旁边啊 这个麻锅的这个 柄这个字 你看它的点呢 就很直了 但是你不要出虚间啊 不要出虚间 你看这样的撇画 都是挺愣的一种状态 咱们写言心理的时候 它的撇其实基本上也都挺愣的 这个病 这个病它其实如果说 如果说来看整体的一个结构上啊 是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是放了两个不同的笔画嘛 言心理的那个啊 它是左边收 右边放 那对于这个字的话 它其实两边啊 都可以说是放出去的一种状态 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数稍微短一点 但是它也没有说收的太紧 你看它整个外形 外形上来说啊 还是比较整的一种状态 那横线给它拉 拉宽 拉宽 左边那个太低了吧 是这个点是吧 太低了一点啊 它应该再 稍微平一些 稍微平一些啊 虽然说你看 它横线有斜度啊 但是没有太夸张 没有太夸张 所以你会看到咱们写的这两个 不同的一个帖子啊 它的用笔上来说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所以你做出来的时候啊 可能会有点模糊 但是咱们做到什么 就是写麻糊的时候呢 把它的藏锋呢 给它做出来 比如说这样的横线 藏锋进去之后呢 不要做太夸张的一些 粗细变化 那么收笔的时候呢 也是啊 不要顿一个圆疙瘩 不要顿这么大 它其实就是 倾题之后 顺势往下一按 然后这个笔峰呢 稍微一转 就提起来了 就提起 就提起来了 然后下边这个横 同样也是啊 你看它的起收笔 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区别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因为咱们一般看到的 就像是 有一些非常 有一些粗细对比 非常夸张的横跨 在引进力里头 它的起头 然后中间比较细 然后收笔的时候呢 圆圆的比较大一些 是吧 那会有这样的一些对比 所以在马固里头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夸张 就做的比较均匀一些 会稍微的均匀一点 那么下边这个D这个字啊 D这个字 其实你可以看到 左边在写麻固的这个D字 和病字是比较类似 上边这两个点啊 他都用了这种 外八字的一个写法 外八字的一个写法 那其实这个外八字的写法 就是 严真轻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特点了 因为很少人是用 这样的一个外八字 去给他写 基本上写D嘛 写B的话还好 写B的话还好 那写D这样的字啊 基本上都是往内去收 往内去收的 居多 那么像他写这个D 往外去放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说 这个特点很鲜明 把壁画的方向都改变了 咱们来看看啊 你看 这样的一个小点 其实光看小点的话 我们能感觉到 他每一个点画都不一样 甚至我觉得 他的这个点画呢 比 言清理中的点画 变化的形态 还要丰富 因为你看四个字上来说啊 每字的话 那两个点 我们写 我们就是 可以姑且 不把它当成一个点啊 上边的并地 还有字 这三个字 所有的点画呢 基本上是没有一样的 是不是 比如说第一个 字中呢 它是做了一个像竖的一个处理 很直 那并的话呢 这样比较长一点的点 然后平着去走 那么 D字的话 你看 落下 踢起来往外去 就是上边 鼓起来往外走 然后下边 右边这个 弯过来 右边这个弯过来 这个弧度 可能还稍微大一点点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它每一个点都不一样 那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感受得到啊 它写每一个字的时候呢 都没有说是 我非常非常严 非常非常严谨的 我去考究 我每一个点的 这个笔法动作啊 我都得去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状态 是很自由的一种状态啊 但是不会 不会出现散漫的一种状态 对吧 所以咱们在理解这些 用笔的丰富性上的时候呢 一定去注意这些 一定要去注意这些 小一点的细节问题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 D D这个字 还是先去把言清理 先去给它写一遍啊 言清理这样一比较的话呢 它就显得比较简单一点了 感谢观看 来 聪客 欢迎啊 欢迎 好 那么言秦礼啊 这个弟子的话呢 整个精神也是横系输出的一个特点啊 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鲜明 那如果说再看他的一个个头的话 我们会感觉到啊 他的这个肩膀呢 会抬得比较高 对吧 尤其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抬得特别的高啊 所以说这种方向感也很突出 而且你看他的横线就比较平直一些 还是比较平直一些的 然后你观察左边这个弟子 说实话 他的横线里头会带有一点弧度 会带有一点弧度 你看右边这个点啊 一般来说咱们斜俩点 都会往上去斜 对吧 所以呢通常可能会 你看就像这个弟子啊 它往上去斜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方向感 对吧 但在这儿的话呢 它甚至会往下去掉 这个右边这个点啊 甚至会往下去掉 所以其实还可以再长一点 往下搭一搭 就去把这个斜式呢 给它平下来 就去做这种方方正正的 这种正面是 赤人的一种提示啊 好 然后下边再写的时候 用笔也是啊 平着去做 但是注意不要把这个弧度 做得太夸张了 如果太夸张的话呢 它的横也会不平稳了 你看这个竖线 它是有一点 不稳的状态是吧 但咱们自己写的时候呢 就没必要去故意 做这种歪歪扭扭的状态啊 没必要去做这个歪歪扭的状态 就把它写直就行了 你如果说真的想去 就是好奇嘛 想去原样去给它重现 你可以去 稍微做一做 粗细变化呀 之类的 但是不要去 故意 往这扭一段 往那扭一段 那样的话太夸张了 效果并不好的 这个鼠还得再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 一个撇画 非常直挺 很直愣的一种感觉 很直愣的一种感觉啊 这个D字 所以你看它整体的话 从高度上来说 这个字形还比较相似啊 左右两边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只不过什么呢 突出了一个横式 把这种开张体式呢 做得非常夸张 而且呢 把平式啊 斜上去的这个角度 给它弄下来了 是吧 给它掰下来了 西灵印象的灵 青 青藤 灵同学 都是三点水吗 这三个字 藤不是的 藤不是的 好 咱们来看看最后一个 美这个字啊 美这个字 光写言亲里的话 我其实我还是觉得 美 言亲里的这个美 会更美一些 然后左边这个美啊 它真的特别的可爱 尤其是下边张开的那两只脚 太可爱了 太短了 像一只羊在跳舞一样 一只羊在跳舞一样 像穿的萝卜裤 萝卜裤这个形容也是很形象 还是言亲里杯好看 对 言亲里杯和他一比较 就很工整了 是吧 而且其实 如果说 我刚才啊 不是我刚才吧 是我第一次 就是说把咱们这个PPT做好 把这个刻件做好的时候呢 我在看他俩的这个对比 其实我第一感觉是 感觉到言亲里和他相比的时候 竟然会出现了一种秀美的感觉 就可见了 左边这个马固性能机 得多么的豪放了 是吧 但豪放其实也算不上 顶多算是浑厚 气概磅礴 豪放的话呢 可能还得再夸张一些才行 课程内页 得美 得美 老人以为是得福 丝滑的 QKL是啥 巧克力 巧克力 没准也是酒后写的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也没有 怎么说呢 没有考据吧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既之文稿 对吧 既之文稿呢 乱涂乱抹的状态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当时的心情 是多么悲愤 咱们后边可以去看一看 既之文稿 下期节课 好 来看一看这个字的结构吧 这个美字感觉会稍微复杂一点 对吧 稍微复杂一点点啊 也是去简单的画一画 刚才的D那个字的结构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啊 今天的字呢 整体上来说 不是特别的难 你看 首先在阳的这个部分 上面阳的部分 一定要给它收紧了 这个字 这种收放的观想 很夸张 然后你再仔细去观察的话 这三个横画 它其实还有一些 不同的用笔 对吧 你看我在写的过程中的话呢 我是把它表现出来 一个粗细的对比 那所以你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横的起比 还有这个横的起比 以及第一个横的起比啊 都不太一样 是吧 都不太一样啊 可以去慢慢尝试着 去做出来这些 不同点 大师嘛 乱图乱画 都是经典 对 不得不承认啊 但有些时候 大师就算是乱图乱画 也比我们正经写的好 好 最后一个长横 给它拉开 这个席度有点过了 应该再平一些 长横给它拉开 但是也要去注意啊 长横的这个 左右的一个长短 左右的一个长短 一般来说的话呢 还是咱们写凯述的 一个惯性思维吧 左边呢 会长一些 右边要短一点 要把这个变化 给它做出来 不然 就是 其次的一个选择 就是左半边 左右边一样长 这样也行 但是你不能说 右边的长 右边长的话呢 对于言轻礼碑来说 肯定不好看 那如果对于其他 楷书的话 估计也不好看 好 然后竖线 你看 竖往左斜 这个竖往左去 斜一斜 也别斜太过了 因为这个竖嘛 它正好和什么 和横线的一个横式 斜式 去给它 往左去配合一下 这两个试态啊 做了一个相反的 一个区别 做了一个相反的区别 然后再去接 下面的皮画 皮画 皮往外放的时候 也要去注意它的长度啊 不要去比长横 还要再夸张 顶多和它一般齐 然后 那话一定是比较粗重的 往下去走 凭着去送出去 凭着去送出去 这是我们这个美字啊 再把美字来写一遍 从解体上来说 很简单 简简单单的上下结构 因为很多情况下呢 可能同学们会把它 就是中间的上边一个竖 下边一个皮 给它连起来写 连起来写 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子的勾 可以 哪一个字的勾 两个字的勾嘛 行 写完这个字啊 咖啥 look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咱们再来看看旁边这个美子 子的勾我们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它 首先这个美子 它的一个结构上来说 就非常的夸张 很鲜明 整体把我们本来去 放的这种长腿 长腿全部给它变短了 直接变成小短腿了 而且它在写这个美子的时候呢 用的是直接用了转法 所以 扬七笔的时候 是这样去写的 是这样去写的 每个大字上面还有一点 那个点的话呢 可写可不写啊 虽然说会有 有些时候呢 会有人加那个点 但是可以把它算成一个一体字了 因为正常的话呢 没有那个点的 没法子 残的太准了 补控 确实是啊 残的太准了 这个美字啊 这个美字你写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和你正常想去处理 这个美字的结构的时候 会有一种 就是和你的意愿相违背的感觉 天冷要保重啊 谢谢雪碧同学 谢谢雪碧同学 可能是体质稍微差一点啊 因为人家都没感冒 好咱们来看看 去画一画这个结构 画一画这个结构 它是直接把上方 本来收紧的一个体质关系 给它做夸张 给它做大 你看它是这样去走的 但是也要注意啊 斜式 我们不由自主往上斜的这个事态啊 别往上去走的太厉害了 让下面再来一个横 你看 慢慢去给它这样去缩短 是吧 这样去缩短 然后下面 这个树 你看和那个右边这个树 和美字右边这个树 不一样吧 往右边就歪了 但其实你会发现 但上边这个阳的部分 其实每一个笔画 多多少少都有点残破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所以不要去做那种 突然粗突然细 这样的一个 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你要么粗要么细 给它搞清楚 然后再来一个横 略微长一些 你看这个横的斜度可能会大一点了 是吧 也是稍大一点而已 然后下面 往左下角去走 你看 啪的撇尖啊 很支冷 支冷这个词 你们能听明白吧 北方的同学应该能听明白 就 或者说很锐利的一种感觉 支冷起来 直直的 像冰棱子一样 就那种 就是北方同学肯定见过啊 结冰的那种 冰棱 尖尖的 挠进去 扎进去那种感觉 然后 右边这个纳画 这个纳画 直接往下去揍 然后它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粗细变化 然后再出了一个 像鸟嘴一样的一个 纳角 给它岔开啊 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斜度 这个斜度应该再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这个字就 怎么说呢 丑萌丑萌 丑萌的 而且你会发现 当你写不像的时候 它这个姿态感呢 你也是做的 不是特别的像的 就是姿态感 你会发现 你做完之后 你看到的那个姿态感 但是你反而呢 做不出来 反而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就 多多的去 观观察 多多去观察 还是以观察为主 这个长短变化啊 横线的上的一个长短变化 不能拉太夸张了 如果做的太夸张的话呢 这个字就有一点点的高调了 这个撇尖有点长了 还是应该再去 收短一点 你跟这娜角直接压下去 然后提起来 出个角 出个角 很可爱啊 这个娜 这美字太好玩了 但其实有些时候呢 反而是咱们一开始会 就是很想去做出来 这个用笔动作嘛 所以就会写得很刻意 很正常 没关系 所以说看到你们自己写的字 不要 不要太难受啊 不要太难受 眼高手低的状况嘛 谁都有 估计我一写就老奇怪了 不一定啊 火焰山同学 你的这个风格和这个 挺搭的 挺搭的 很大方 很大方 就是写出来之后 就那种气势 不是一般人 明白不 就很多人 他可能结构不准吧 但是他对于气势的表达 或者说对于整个字的一个 结构上的一个感触吧 有些人就结构上很敏感 香蕉和芭蕉的对比 香蕉和芭蕉的对比 是芭蕉叶吗 是芭蕉叶吗 还是什么东西啊 我只知道芭蕉叶 刚才提到的紫的这个钩啊 咱们再去写一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主要 这个用饼没有什么难的 主要就是做出来这个结构之后呢 去找那种味道 这个味道才是最难的 没吃过芭蕉 没有 没有印象了 我应该是没吃过 如果吃过的话 我可能会记得 紫 然后 先写一下 盐亲里的这个钩啊 它有点看不清楚 噢噢噢噢噢噢 鸽头小的香蕉啊 那我吃过 是鸽头小的香蕉 是鸽头小的香蕉吗 左边这个 你看它这个 背要弓的长一点 然后往左下去走 还没压下去啊 应该再粗一些 你看一直顶到最下头 你看是中锋顶过来的啊 中锋顶过来 然后你看往下去带 然后把这个肚子 把这个肚子往下去压开了之后 把笔尖往左上一条 出一点点就行了 出一点点就行了 甚至你不出这个膏 然后整个把笔封给它转上去 让带出来一点这个 方向感就行了 我这个笔封偏的有点厉害了啊 麻姑山就是芭蕉 盐亲里是香蕉 噢是有点 多宝塔是进口香蕉 进口香蕉有什么区别啊 进口香蕉是更 颜色更鲜亮吗 再写一遍啊 写一遍这个 还是按顺序 先写这个盐亲里的 我放大一点啊 放大一些 忘记了 是的 就是小个头的香蕉是吧 那我吃过的 我记得贼田 长得精致 嗯 是 你说对 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个中风下来之后 把毛笔 笔嘟子往下去带一点 但是不要写成这个样子 不要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去出钩 那肯定这个方向感啊 太夸张了 往下带过来之后 然后再往左上边 封面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出一个小钩 意思一下它 如果你的比肚子更加的胖一些 像点价唇那样的 出这样的钩会更加的饱满 厚实一些 我这只的话呢 空有弹性 可是比肚子没有了 可以看明白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香蕉的比喻 我觉得挺形象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呀 你看这个紫的钩就铺开 然后到出钩的位置 你看把这个弧度 得给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顶住它 出一个小钩 出一个小钩 然后那个紫的话 你看它就是直接 它甚至是这样弯上去的一种感觉 就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弯上去的一种感觉 甚至是有一点啊 你看压到这 把比肚子压开了 然后 稍微往上一带 稍微往上一带 不要带太大的 不要带太长的 让这个比肚子胖起来 我写不够 都怪我的比没肚子 有这种可能性的 有这种可能性的 你可以尝试换换毛笔 不是还有胡子吗 拉拉还有胡子吗 拉拉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应该把音乐看一看啊 忘记了 真的是有原因 不是 真的是有原因 真的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的毛笔如果太细的话 写起来这个 粗的东西 那肯定是稍微费力一些 而且也不是很好表现 还在图中 对想起来了 刚才课前 有个后选问 静那个字是什么 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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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这个字 其实静字的话呢 咱们 字贴上 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 严真清 不是严真清 是严清里里头 有那个 就是右边的 右边的部分 右边那半部分 所以它的一个繁体字啊 它的一个繁体字 就是右边是 这个 三个小直 然后下面一个横 一个弓 左边再加上 双利人 所以右边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写成这样 因为也有这样写的 能看明白吗 我正着写吧 正常顺序写 老师就是因为看不清 哦 那我灵一灵那个字好了 是静吗 还是别的字 静 静是点击的那个静 经典的那个静 还是哪个 是那个 几个点 他看不清模糊了 应该是 我想和你 看飞影漫天 当春风 叫声吹绿了枝叶 这个字 行 有人说 有人说送我 有人说我 送我点降春笔 我说不要 现在连肠子都会清了 静 OK 写一写吧 最终 就是他这个 这个静 他有很多写法的 好几个 好几种 比如说 里边写点的话 他其实就是 把这几个 就把这个小折 给他断开写 还有其他的一些写法 比如说 写成两个点 我想和你看 海淌春月 繁华中寻 那肚子都贪面 午后阳光 也点起交接 听听起 不再古老的屋檐 我们说一句 然后 你看这两个点 其实 可以把它 当成那种小皮 写 也可以把它 当成那种 这样的一个点吧 就光创作的话 其实你有很多种 方式去 我感觉我受到了这个麻菇 麻菇的影响了 我想把它写正 写的平平正正的 还有我记得 还有一种写法 可以写一个 稍微轻快一点的 我想和你开海淌春月 一生春色 爱不记动 看天 这静来自立书 我又回到了那片尘延 这样扁一点的 是吧 变化很多 写法的话 基本上就这几个了 还有那种 把它穿上去的那种 接紧 削 削这个字 是吧 削这个字是 林还是创 是写谁的 我记得 肖这个字 琴礼碑里头是有缘字 我曾经 我小的时候 我想它的时候 我就很讨厌 笔花太多了 看不明白 这个字 就难在难在 难就难在 处理里头的 小笔画的一个位置 肖的繁体字 肖 哪个肖 这个 还是刚才那个 是刚才那个是吧 应该不是这个吧 怎么也把握不好位置 这个字 你把它写正 就中心的对正 会好一些 你看 你这个横 给它往左去拉开 然后会 会比上边 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这个体式 往下再做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变回来 一般来说的话 你可以先写竖钩 先写竖啊 说错了 然后 左边第一个撇的话呢 它可能会 稍微往外去拉 拉宽一点点 但其实如果说 针对于这个字来说 往外拉得太宽 不太好看了 因为有点放得太开了 下一场花燕 下一场花燕 就是这个小红的写法 它也有断开写的 也有连起来写的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 我把它连起来了 你看这个竖钩很关键 这个竖钩会要往上去压一压 把这个空间给它兜住 就是不要让它往外去阔 稍微有点偏啊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应该把这儿再收一收 也会更好看一些 可以再写一遍啊 要是有麻菇的体验评课就好了 你看先把这个横着钩呢 往右给它顶过去 这个位置上 先把它往右顶过去 不然会斜 然后下边长横再拉开 你看这个长横啊 它比较关键 关键就在于 它首先得和 它首先得和上边的草子头呢 去呈现一个比较 云的一个状态 就是中心的一个状态 那然后下边这个长横 你可以稍微长一点了 我这支笔已经成 我这支笔已经成片状了 好 然后一般来说呢 就卡在这个横画啊 就最下边这个横 直下走就行了 然后它不要太往外放 可以稍微的长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要 千万不要把它往下去垂 应该是平着去写会好一些 因为可以去做这个 横向正的一个 这种斜度 去找一找位置关系 你看这些小树呢 也是可以把横写线 然后树稍微粗一点 还是这个够要长一些 然后包住上面 胖胖的 这个肖子啊 所以肖子一般都是依靠这个笔画往内收一收 所以它收的时候呢 容易 哎 凹进去了 收得过紧了 左边树撇 比中间长树略短 你看其实这两个肖就不是很一样啊 不是很一样 可以看一看 就比如说 你看上面这个熊啊 它整体的一个斜式会大一些 就是说这个位置 它会往下去伸展一点 稍微伸展一点 但是它伸展的一个基础是要把中间的树呢 稍微立正一些 立正一些 然后它们三个还是有这种长短变化的 因为如果它是最低点的话呢 肯定就全歪掉了 所以它可以稍微的略微伸展一点 然后右边一定要比它再高 再长一些 再低一些 这是一种 然后下面这种的话也可以啊 下面这种的话 就是把这个小撇给它收住 这个小撇呢 就短一点 然后给它收住 就最后尖的时候往外稍微散一散 然后中间这个树 你看中间这个是树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弯 而且有点往左 就稍微往左斜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这个弧度感呢会大一点 这个弧度感 这个弧度感大的原因呢 其实就是为了去平衡中间的这个事态 不然的话呢 不然的话它如果不弧 如果做直的话 这个字会写得很厉害 能明白吗 但是你看它这个地方 有一个 这个字在写的时候 这个往上去走的这个角度 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点别扭 它不如这个好看 能看明白吗 OK 但是反正就是颜真轻嘛 颜体在处理这个消字 它一定是 张开的一种感觉 就里头就比较的充盈一些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不客气不客气 我刚才撇了一眼的时候 我会把你这句话想象成了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记住你了 感觉这样换过来 去考虑一下这个词意 还挺好玩的 大家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那咱就到了最后布置作业的时候了 咱们今天这个作业的话呢 其实一共八个字是有点多的 所以说大家选择 选择你 就是其中的两组去写也行 然后你要觉得时间充裕的话呢 你全写了也行 问题太多 那你再问问 辛苦了 记住你了 对 就是这个词意 大字马故山什么样的 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看的那个大的 有没有听明白刚才这个作业的问题啊 选择两组去写就行了 就四个字 没法问 没事 理理理思路 没清楚了再问也行 刚才那个大字马故山就是 咱们前边放了 你看 放了这个 他片了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比较密集一点的 然后后面有一张稍微大一点的字 这个是大字版本的 然后还有小字版本 就是这个马顾山的这块碑壳 就是在南宋的时候就丢了 就丢失了找不到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流传下来的都是一些踏本 这一点还是比较可惜 字的残损这么大 怎么判断出的呢 什么意思 怎么判断出的呢 是这个意思呀 如果不写姑姑呢 只写言情理啊 也行 因为主要嘛 对比还是让你们去丰富一下 写不写的话呢 看个人吧 如果说你觉得你掌握不了 那可以不写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写一些 好吧 是圆杯课了三块嘛 不是 就这个马顾山线南纪 它背后还有 它就是在背音的部分 还刻了其他的 就比如说 不写姑姑写舅舅 就比如说刻了一些比较经典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一下想不起来了 一下想不起来了 是刻了一些比较经典的那个 书法家的评论 怎么判断出比划的呢 怎么判断出比划的呢 你的意思是在 临写这个 马顾山的时候 是吗 基本上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就像刚才咱们在写 美这个字的时候 它的横线 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残破的地方比较多嘛 突然少一个坑 突然多了一个坑这样的东西 但这个地方呢 字 哦 你说咱那个字嘛 咱们今天那个作业的字是吧 作业的 作业的字的这个字 是这意思吧 就大家还是首选啊 你们在临贴的时候 首选还是临那种比较清楚的 当你临多了之后 你就知道它这个结构 大概是什么样子了 你看这个字啊 它的横线其实就在这儿 画一画 也一个点嘛 基本上也是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左边一个点 是吧 你看 你可能会把这些地方当残损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 但是一般来说 你看它的这个留白的空啊 比较大一些 你看它这一块 很清楚嘛 所以这个横线 然后这一个点 你看 这个横线这里断开 这个地方你怎么看出来 这是一个经验 因为写了那么多宝盖头了 在这个棋笔的位置 它经常留口 对吧 经常留口 所以说 就直接这样写就行 然后你看下边紫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 也是一块大的残破是吧 但是咱们碰到的一些 这种紫的小起头的时候 它通常也会有一个缘起 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 它通常也会有一个缘起 所以更多的是什么 就有一种临创结合的感觉啊 这样写过来 然后这一个点 你看 这个小撇 它整体的一个残损啊 也是挺明显 但是你能清晰的看到这一侧 对吧 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侧 那上边的话呢 看不看也没关系了 因为它的线条 就是比较干净 比较饱满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 漏风的一个小头 明白吧 最后多的这一笔 有点多余了啊 就是它不会出现一个 这样漏风的一个小头 就这个小尖 看明白吧 所以它的这个小撇呢 基本上应该是这种 胖吞吞的 这个角度都不会太大 应该再直一些 这种感觉 就这个角度 上面角度一定要饱满 可以明白吗 所以你看 它很多线条啊 眼睛签在写横折的时候 眼睛签在写横折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横线 然后提起来之后 哎 笔风的弹性什么啊 回到了一个正常垂直的状态之后了 再去往上带 然后往下 转折 明白吗 你看 这边的这个线条的 七笔状态 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种 蹲蹲实实 哎 这话粗了啊 蹲蹲实实的这种状态 可以理解吗 大家如果说什么 那种提案顿错比较多的时候 它可能会 你看像 多宝塔的时候 哎 有这种感觉 这两个区别可以明白吗 能看明白吗 这两个对比啊 会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继续往下看 你看这个小头 这个钩的位置 你看 这个竖画肯定很壮 这个能看出来 你看 七笔的时候啊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方向的变化的 那起头的位置 也是判断不出来 它是方式圆 也是 你写多了之后 你会知道 它不可能会这样 它不可能直接会落出来 这样的一个尖 就这个头头的这个尖 可以看明白吧 这个尖 一般很少出现 一般很少出现 它都是藏风 然后再往下去写 那藏风之后呢 那这个尖 这个头 它就会 圆一些了 画的太难看了 最后这点 就它这个头是什么感觉 就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略微的方一些 然后再往下去走 然后这样 碰起来 下边太粗了 你看这个头 很结实了 是吧 能明白不 然后往下再去走 这个钩很清楚了 那最后一个横线 同样也很细 给它拉开就行了 然后最后收笔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模糊 那你看它最后收笔的时候 其实稍微顿下来一点点 然后再回 前边这个横旗 的这个位置 应该再细一些 应该再细一些 你刚才收笔的这个地方 像什么 像一个 这种 这种 这种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了 总体上它的形态 就是中锋的一个状态 所以出来这种线 就基本上都是中锋 这里 稍微胖一点点 这个凹陷处也有点大 应该再堵延伸一些 这个肩膀都不可能 抬得这么高的 有点过于高了 就一个中锋线 过来之后呢 在最后 稍微刹住车一下 摁一下 然后就提起来了 然后多的话呢 可能会稍微转一下 但是这个转啊 就可能扭了那么 扭了那么 多少呀 这是这个距离啊 也说不出来 动作很微小啊 动作很微小 能够听明白吧 有没有马骨山的创作 看看好不好看 刚才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好看啊 来 有影子 是说的那个字帖吧 你看这个创作 这不就很好看吗 对吧 所以大家也可以 领这个啊 我记得我要去找图片 是吧 这得记下来 专门列下来 不然我会忘记 行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通过刀锋看笔锋呀 或者说怎么去判断 判断 就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有经验才行的 一定是要有经验才行 你写的多了之后 你对这个人基本的一个 处理方法呀 无论是结构还是用笔 无论是结构用笔之后 就是你有经验之后 你就知道 哎 他这里可能会用 用什么样 什么样 什么样 就这样 啊 就这样 但是当然了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最模糊的时候啊 OK 记得提醒我 好的 行 那咱们这节课的话呢 就上到这里了 好的 好的 不辛苦啊 鸡腿补一补 鸡腿营养丰富 OK 那咱们就今天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了 做个好梦 谢谢 晚安 我能做一餐 一餐地点 人潮来来咬吃 时间不语不言 不察眼 交变 身发凋谢 似终焦香 是 身侧落花如雪 我想和你看山眉遍野 就是原色支撑多少识别 心太早放生到的世界 更古差那缠绕模糊岁月 我们去一个一个画面 枝头最轻点点 每边流水渐渐 春艳的灵雨 若在之间 某天繁殖着夜 窗户